这只在空中拉屎的鸟叫做噩又叫鱼鹰 是猛星界出名的拉屎冠军 它们拉起屎来一切千米 有时在空中会直接喷射出来 优雅的样子 看成万花从中过 天也不沾身 这是鱼鹰从小到大养成的好习惯 它们的巢穴盖得特别大 最长可达两米 由于每个鱼鹰母亲都有洁癖 从小叫的孩子拉屎不能拉窝里 如果有小鱼鹰不听话 不仅会被兄弟们嘲笑 还会被母亲亲戚的问好 所以它们从小就养成了这一喷尸绝技 鱼鹰作为一只中兴猛禽 成年后的体长可以长到60厘米左右 体重在1700个 听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是一个捕鱼高手 鱼鹰99%的食物都来自鱼类 这直接导致喷出来的粪便都有种鱼腥味 它们在捕鱼时就会悬停在空中 眼睛不断注视水 一旦听到一点动静 它并会迅速出击 不管什么鱼它都喜欢吃 长的 圆的 胖的 方的 鱼鹰表示只要鲨鱼干露头 老子也不关着它 鱼鹰之所以能够轻易地捕捉到鱼 这还得得益于它锋利的爪子 鱼鹰的脚掌粗糙带刺 几根脚趾可以随意变换方向 飞像一只钳子一样 牢牢地抓住光滑的鱼身 尽管猎物不断挣扎也毫无作用 不同意其它猛禽自上而下的爪移动作 鱼鹰会悬停在空中 距离水面30到90米左右 直到确认目标后才会补充而下 临近水面爪子会伸向前面 同时张开翅膀 在攻击到猎物的同时 还可以漂浮在海面上 有一些聪明的鱼类 看到空中有黑影落下 会迅速地向水底游去 鱼鹰就会迅速地潜入水中捕捉 牛时会下沉到三米左右 和其它猛情不同 它丝毫不怕这身羽绒腹打湿 因为它每一根羽毛都是中空的 而且具有油气 如果遇到比较重的猎物不断挣扎 鱼鹰会静待它没有气力之后 再飞向空中 它这身不怕湿的羽毛 再加上张开翅膀的姿态 可以帮它稳定地漂浮在水面 一旦被它锁定的猎物 也很难逃脱 飞到空中之后 只需要扭动一下身体 就会将水珠干净利流地抖下去 一般情况下 它们都会单独出行 只有在迁徙期间 才会三五成学 因为鱼鹰的捕鱼能力超强 在很久以前就被人类训养 用来捕鱼 在如今的云南广西等地 还有专门训练鱼鹰来捕鱼的情况 在一些湖泊和河流中 可以看到 一只小船上 树立了好几只被人工训练的鱼鹰 帮助鱼鹰捕鱼 它们更像是一只只的野羊 八天六五之后 会直接潜入水中 最深可以达到19米的水里 可以长达70米 所以以后不要叫它鱼鹰喷尸冠军了 人家明明是鸟类的潜水高手 一只鱼鹰 可以帮助鱼鹰捕捉500千块以上的鱼 而鱼鹰属于独特的恶客 目前全世界只有它一种 海鸥 作为一只敢和人类抢食物的鸟类 它的行为简直离谱到假 不管是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几乎能放到嘴里的 它们都吃 部分地区的海鸥 已经不能用官方来形容了 简直就是明强 你真因为它们吃东西 是单纯的为了填饱肚子吗 那你还是太年轻了 曾经有过一个研究发现 海鸥是否偷取食物的行为 和该食物接触的物体有关 那大概可以理解为 海鸥是在故意模仿人类 选择食物的行为 不断学习这些行为 它们能更好地适应城市的环境 三明治 薯片 是它们最喜欢偷取的对象 这是因为人类经常在海边 吃这些食物 而且如果是同一个食物的话 海鸥更加喜欢 人类正在吃的那一个 因为它们这种 不断学习的行为 也让海鸥更快加速了 适应城市的生活 它会在你不在的时候 脱脱的披萨 甚至直接进去超市 雕起来就跑 经过长时间的接触 它们现在不仅不怕人 还经常欺负人 它名字的由来也十分简单 人们觉得海鸥叫起来的声音 像是欧欧欧 所以再给它起名叫海鸥 它是一种中等体型的油禽 体重在400克左右 它的头部呈现为白色 背部呈现为灰色 主要在北欧 北亚和北美西部繁殖 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海鸥 值得一提的是 海鸥的名字是一个统称 它代表了53种欧科的海鸥 它们的体型样貌全都相差不大 之所以经常有海鸥 去岸边和人类抢食物 这是因为它们嘴很馋 它们会经常在海上捕捉一些 鱼虾和贝壳为食 它特别喜欢在轮船上 是人们抛弃的残羹剩饭 港口 码头都有它们的身影 所以又有海港清洁工的长行 它们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路呢 就是预测天气 如果你发现海鸥的梯地飞行 那么表示 接下来几天天气会十分良好 如果有一群海鸥在海边徘徊 这就表示恶劣的天气将会到来 如果它们离开水面 成群绝对地飞到海边 或者聚集到岩石缝气里 这表示暴风雨将要来临 它们作为全世界1800种候鸟之一 为了生存 间隙也是必不可少 在中国的云南昆明 每年的10月底 大概有13种海鸥侵袭致死 把这里当作月冬地 有95%以上的红嘴鸥 它们大多棋息在天池附近 白天会出现的市区的各个公园和湖泊 当地人们对它们也都十分熟悉 在来年的3月份左右 它们就会一路向本 返回自己的繁殖区 大概有三条迁徙的路线 一部分海鸥会从东部出发 经过四川和阴川等地 到达俄罗斯的备站湖附近 行程接近3650公里 一部分海鸥沿着中部地区 穿过甘肃 宁夏 到达乌布苏湖附近 然后一部分海鸥向西部出发 沿着河西走廊 到达彭斯滕湖附近 前行的距离可达4200公里